總之要留意是否受到經濟影響 還是他本身經營不善 另外說到匯控 因為他涉及協助墨西哥毒販洗黑錢 另外又說處理伊朗那些不明資金把關不善等等 不過他今天發表聲明向外界道歉 所以令到他的股價已經升了超過1% 收報67.9毫半 他今天稍後會出席美國的聽證 可能涉及有10億美元的罰款 我想問這筆錢會否影響匯控 你純粹問這筆錢我覺得未必太大 第一件事說上下10億美元 大家有實數最高上向市場未必太擔心 始終這筆數雖然不少 但對匯豐來說也不時不能夠承受 但我想市場比較難估計的選擇 就是這筆錢是甚麼呢 這次完結後這筆錢 其實大家都知道 匯豐要放更多成本 到監管的力度 因為估計監管的成本會增加一倍 更加說了 匯豐或其他銀行都很難離定 究竟當中有多少客戶 是來自一些比較危險性的地區或範疇 其實匯豐對他接到不同的客戶 有多少可能要彈他走呢 這個其實是不知道的 影響他有多大 這個我想要再去看 但你說短期的10億美元 第一件事未必會去到這麼大 第二就算去到多 我覺得匯豐並非非不難承受 所以見到市場竟然說他道歉 其實見到他的反應不是太大 這個也是原因之一 其實這些事件對匯豐 會令到監管成本增加 但未來對股價會否有些深遠影響 有深遠影響 他剛才說了 他有多少客戶 他跟這件事有關係 我覺得這個暫時很難說 一個長遠影響有多大量 明白 另外說到旺旺 因為旺旺也是不幸 他在長沙總廠大火 他說沒有重大財物損失 幸好也沒有造成人命傷亡 但我看到畫面都燒得很高 有何理由沒有財物損失 我想問一下 他今天的股價一度跌超過1% 不過收市跌了0.8% 現在報9.58 我想問問這次的燒廠 對他的股價有否影響 我覺得影響會有 但短期會比較短期 因為暫時所燒一間廠 大部份的財物 都是有保險去保障的 所以相信實際的損失未必太大 當然 我相信以往往這個年資的企業 他真的要有一定的風險管理意識 即使燒一間廠 當然會影響到產能 但要換回產能 或者保住一個比較高水平的產能 我覺得不是太困難 所以我覺得這只是個別 或者短期的事件 受知者我不相信 會對這個事件有好心願 因為始終到一句 不會有何後續的問題 會繼續影響往往物損業問題 所以可能受壓 也會在短期的事 但唯獨 因為往往估計 見到10分鐘後 相對來說 再上升動力不太大 可能這件事反而是 再上升動力不太大 但真的跟燒廠這些東西相比 我覺得未必有太影響 但本身的股價 再上升動力真的比較有限 即是暫時都是這些水平左右 對 有幾大阻力 另外又說到一些親低級立股 因為之前也說了 其實很多股都跌了很多 那有沒有甚麼推介 其實近期經濟下滑 看到外圍的大宗商品的價格 也開始見到幾大回調 無論油價 銅價 或者一些基本金屬 都會開始回調 很明顯一定會利淡一些 譬如上游行業 即是以生產資源為主行業 但相對來說 因為這些資源的下跌 令到下游行業的營運成本會減少 其實也可能會利好下游行業 可能會來第三或第四季的營運增長 那當然 哪些是例如服務業 或者消費行業 尤其是低檔的消費行業 雖然經濟下滑 內地消費 消費下滑 消費的市道開始放緩 但其中也是 基礎消費低檔消費 其實有一個剛性需求 這些可能影響都比較少 我相信投資者 看到經濟見底 都會追蹤這類的部分 即是百貨、食品 或者低檔的服裝 對 用品 好 麻煩你Key的詳細分析 今天點了兩杯Champagne 可以跟我們用一杯 好的 哇哇哇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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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